在火光四射 满天彩带的簇涌下 一辆福斯金龟车缓缓使进会场 10号这场位于墨西哥中部普爱布拉的仪式受到全球瞩目 因为眼前限量推出65部的轿车正式金龟车的末代款 象征驰骋汽车界70年的金龟车正式走入历史 出身1930年代晚骑德国的金龟车 二战过后出现在普爱布拉厂房开始生产 而欧洲生产线早于1978年结束 10号末代金龟车从生产线下线的时候 伴随身旁的便是墨西哥传统的街头乐队 一旁同时有墨西哥公园热情鼓掌 向这个墨西哥制造的象征传达心中谢意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车是我们的父亲和叔叔 这千万车的车车为我们的支付 因此为了美国和世界这车意义 这车意义车 车意义车 车意义车在美国 电影的加持 体积小 仿佛睁大眼睛微笑着的金龟车 在1960与70年代走上巅峰 成为战后婴儿潮世代小而美的代表 不过经典仍难敌消费者变心的考验 随着休旅车成为美国市场的爱 深陷废检验造假丑闻 而难以脱身的福斯 去年9月宣布金龟车将走入历史 并于时候正式让它成为时代的眼泪 末代款金龟车 每辆起价21000美元 支付1000美元就可下定 这批限量车共有金属蓝 黑 白 玉米色四种颜色 并各自附上编号1至65的纪念牌 而根据墨西哥厂执行长瑞克的说法 最后一批金龟车 透过亚马逊在墨西哥贩售 也象征公司拥抱未来 杨广编义杨昭彦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